数到用时方分少 钱到月底不见了 同样作为月光族的人 还有本人 不对呀 我比风格更惨 他是到了月底没钱的 我是上个月就把这个月的钱给帮帮了 现在这个信用卡真是害人不选了 上个月的我 怎么就对这个月的我这么狠心呢 你要把我的钱都花完了 我怎么办 我只能报上下个月的我了 运运相报何时了啊 忧愁圈圈万快乐最难找 我朋友圈里的祥哥 好像有特殊的快乐技巧 炸鸡奶茶没什么营养 总是被叫做垃圾食品 但是他们创造了快乐 比营养更有意义 祥哥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你目前这个想法很危险 我没有放弃 我只是选择了快乐 在残酷的现实压力下 曾经的健身狂人祥哥 放下了手里的哑 拿起了几颗 一口一口吃掉有愁 其实这个美味的食物呢 能给人带来这个最直接的幸福感 但是过犹不及 任何事情都要掌握好度啊 能吃是福 吃多了 可是我变胖的 我哪来的自信这么说别人呢 行 我就不给你们灌减肥鸡汤了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爱情专家 你来看我朋友圈吧 这可不就是爱情吗 两个人在一起 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 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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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事嘛 两个人分手后 生下的感情只有爱恨情 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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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爱恨就是吃醋 分手就会提侨 老哥是明白人的 谁说不是呢 结了婚的人是真想知道你们在聊什么 我连手都没分过 我连手都没分过